主席、立憲同仁 近日退休公教人員支領年終慰問金的議題受到各界的關注 然後也造成了社會對立氣氛的持續高漲 如何去兼顧弱勢族群以及公職退休人員的生活所需 如何讓政府為了這個年終慰問金的發放能夠減少180億 我想這些都是有值得商榷的空間 政府身為軍公教人員的僱主有這個責任 既照顧退休公職人員的生活 尤其軍公教人員一輩子為國付出心血 在國家最艱固的40到70年代 許多在此的退休公職人員投入了國家的基層基礎建設 比如中橫公路的開闢 為國家的經濟發展變下了穩固的基石 而且基於工作的特殊性 軍公教人員任用需要經過嚴格的考試以及訓練 跟一般勞工社所享有的權利 軍公教人員是無法比照的 軍人的自由受到嚴格的限制 公職人員不得兼顧額外的收入 也不得以罷工的方式來爭取權益 基於上述的理由 政府更責務旁貸的要來好好的照顧 公職人員的生活的責任更是責務旁貸 政府必須要全面性的來因應措施 希望軍公教人員也能夠共體時間之餘 協助政府遵結財源的支出 將有限的資源用在照顧真正需要 退職公務人員的身上 文西在此要以身為中華民國清晰總會理事長的身份 要感謝軍公教人員在任何的時候 就能夠不計代價 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 配合國家的政策與需要 對於退休公教人員的支領年終慰問金的議題 本席認為正如馬總統所說 我國憲政體制邁向成熟的國家 應取法扑上 理性的檢討年終慰問金 邁出制度化改革的第一步 希望 本席認為部分的政黨人士 動輒則以軍公教人員為攻堅的標榜 藉此挑撥社會的分化 操弄民粹的手段 指圖自己的自身利益 進而傷害社會互相包容情感的行為 在此要給予譴責 我們一起來好好的理性 來處理慰問金的事情 我們在歸譴責 我們在歸譴責 已經在歸譴責 我們在歸譴責